大家好,这期节目聊一下最近在美国炸了锅的一个事件 说美国炸了锅,在讲这个事件之前 我想谈一谈这个虚幻的世界 就是我们看媒体,媒体投喂我们的信息 说今天这个世界炸了锅了 于是你今天正常起来吃饭,正常起来溜狗,正常起来上班 哪里都没有发现炸锅的情况 你的社区依然很安静,你的同事依然也很安静 大家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并没有炸锅 但是媒体经常会说,震惊了,不得了,天哪路 好像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已经被媒体,被假媒体 或者是被制造这个新闻的记者 或者是撰稿人,被他带偏了方向 因为世界依然还是这个世界,他没有炸锅 但是我们看主流媒体最近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 显然是左右又在进一步的撕裂 不过美国的撕裂是一个常态 我们不需要去觉得他有什么奇怪的 美国就是一个经常就各种完全对立的观念 进行互相碰撞,激烈碰撞 甚至出现暴力的这么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一直在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他整体上稳如泰山 最近的一个判例是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九七几年 大约是几十年前的一个判例 很多人不懂法律 他说美国的法院做出了一个 违反了宪法赋予的 作出了一个判决 好像违反了宪法赋予的保护妇女 这个堕胎权的一个决定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首先美国现在是用一个判决 推翻了最高法院之前自己的一个判决而已 我想谈一谈 给完全不懂英美法系的人 普及一点点基础的法律常识 因为阿弥陀佛学法律的 这个世界上先抛开中国的法律不谈 因为中国的东西都是四不像 什么都不是 从世界各国西方主要的法律传统来看 我们分为两大法系 一个叫大陆法系 一个叫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也叫成文法系 意思就是说 这些国家 它是以成文的法律条文 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 法官在对一个案子进行判决的时候 他依据的是法律条文中的某一条 但是英美法系国家 甚至英国和美国 以及英国美国之前的殖民地 以及受英美法系影响的这些国家 他们会把判例直接拿来 作为判决我这个案子的依据 所谓判例就是之前的法官 做过判决 他把这个作为一个例子 叫判例作为一个例子 直接用到相似的法律上 比如说之前的法官判了一个人死刑 这个案子比较奇怪 没有出现过 若干天以后 另外一个法官发现 跟这个案子雷同的案子 他可以直接拿那个法官的判例 作为判决依据 做判决 这叫判例法 所以英美法系的国家 就是判例法系国家 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的法院在判案的时候 他可以不去看法律条文 直接沿用之前类似的法律判决 来给自己的这个案子 做判决 这叫判例法 所以最近是最高法院的 判决 或者叫裁决 或者之类 我还没有去精确对照 中国的法律术语和美国的法律术语 它是怎么互相对应的 实际上是自我推翻了 之前的一个判决而已 他其实什么都没做 之前的最高法院是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现在最高法院是把之前的事情给推翻了 就是我们还是回到什么都不做吧 如此而已 就是把权力还给了各州 所以最高法院其实他现在对堕胎的问题上 其实是不表态 懂了吗 他不是说我要禁止你堕胎 最高法院没有禁止任何人堕胎 最高法院之前是 好 我允许你堕胎 就是说本来堕胎不堕胎 这个事情就是人民自己选择的 我们要知道在美国 凡是人民没有授予政府的权利 推定为所有的权利都在人民自己手里 我给你什么权利 人民给政府什么权利 政府就行使什么权利 人民没有给你权利 你就不能行使 那这个权利就默认还在我手里 那法律也是这样 我只有制定了法律 那这个才是法律 我凡是我没有通过法律条文去制定的 通通推定为 都可以做 就是法无禁止则可为 就是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都默认为 我可以做 这是基本的西方法律理念 法无禁止则可为 法律只要没有禁止我做的事情 通通推定为 我可以做 所以最高法院 他突然 之前最高法院突然蹦出来说 法院允许人民堕胎 允许女人堕胎 于是 因为最高法院作为法律系统的最高权威 于是各州 就不再能颁布法律和联邦法 和联邦法 法院 最高法院的法律 想抵触 因为 因为上面已经说了 法院支持妇女堕胎 于是你下面的法院就不能再规定法律 和下面的法律想抵触 比如说你各州 你想说我要禁止你堕胎 不行 因为最高法院说了 可以堕胎 所以今天的最高法院 实际上是把这一条 把这个判例推翻了 就是说 最高法院不再禁 不再授予 不再说堕胎是你的权利 那堕胎 那你该不该堕胎呢 实际上这个权利已经下放给了各州 就是各州可以自己决定 你这个州是允许堕胎 还是不允许堕胎 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不表态 实际上 具体到每一个州的每一个人 这个判决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意义 更多的是一个 左派和右派 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之间 斗争的一个象征性的胜利或者失败 其实具体到每个公民的个人 他们想堕胎的话 他们依然可以去那些允许堕胎的城市去堕胎就好了 其实美国法律并没有一刀切的禁止堕胎 没有怎么做 我先声明这一点 美国也没有什么违宪 没有 最高法院只是撤销了自己的权利 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各州 好了 我刚刚讲清楚了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我想说 从这个事件 我想说两个 一个是进步意义 一个是退步意义 这取决于你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站在联邦权力和州权力的分配上 实际上最高法院这次是将权力下放给了各州 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进步 阿明是一个反对中央集权的一个人 我认为所有的权力下放都是一种进步 所有的权力回收 除非是紧急状态 战争期间 那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因为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和平阶段 你在没什么事情阶段 你把力量集中 你只能干出坏事出来 所以从权力的下放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这不是个退步 另外呢 如果说各州 他制定了法律 禁止妇女堕胎的话 我觉得从人权角度去看的话 是一种退步 因为当你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自己 那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 或者我是反被堕胎的 那你可以生个十个八个不堕胎 哪怕是你意外怀孕了 你也可以不堕胎 可以 因为你可以用你的行为 practice 你可以用你的行为去 去践行你的理论 去践行你的观点 你可以不堕胎 对不对 你有这个权利 别人也不能干涉你 因为你在行使你的权利 那另外一个人说 我今天真的不想要这个小孩 我要把它剁掉 你也可以行使你的权利 就是说互相 各自行使各自的权利 而互相不干预 这就是权利的本质 权利在于 我可以行使 我也可以放弃 而且我不影响别人 就比如说香蕉 我可以吃 我可以不吃 你可以吃 你可以不吃 我们并不互相影响 我不吃 我不能叫你 你也不要吃 吃不吃是我的事情 我吃我也不能跟你说 你要吃 吃不吃是你的事情 吃不吃是我的事情 所以说 站在人权角度考虑 法律对这个事情不做干预 才是保障人权 如果法律说 你不能堕胎 于是就限制了 想堕胎的人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你颁布了 禁止堕胎的法律 对人权是一个伤害 从人权角度考虑 是一个退步 这是从人权角度考虑 刚才我谈的是 从权力下放角度考虑 它是一个进步 从人权角度考虑 它干预了人权 是一个退步 我们再来谈 我们再来从两个方面考虑吧 就是谈它是 对堕胎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一个是从神学角度 就是从上帝角度考虑 从上帝视角来考虑 堕胎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另外一个 我们从堕的胎 是人还是不是人 这个角度考虑 就从道德层面 从人性的 剥离神性的 纯人性的道德上 去看堕胎这个事情 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如果从神性角度 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假设我们 有个前提是 凡是人为的 违背了上帝设计的东西 就通通可以把它称为 忤逆上帝的话 那堕胎就是违背神的 因为神发明了 创造了男女两性 让男女两性结合 受孕 怀孕期间 十个月生产 这是上帝的一个 设计的一个过程 你人为把它中断掉 你就违背了上帝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堕胎是违背神的话 那么事情就复杂化了 如果这个概念成立 那么你要知道 同性恋也是忤逆上帝的 曾经的教会是 几乎无意外的要 要驱逐同性恋 反对同性恋 是不是 连避孕都是忤逆上帝的 上帝让男女两性结合 怀孕 通过性交产生高潮 然后射精 精子和卵子结合 这是上帝发明的一个过程 谁让你避孕的 谁让你中途设计一个避孕套去避孕的 避孕就无逆了上帝 同性恋也无逆了上帝 人类很早就在忤逆上帝 而且后面 随着科技的发展 修改基因 甚至连装甲脂 人为的延长寿命 人为的去基因改造 把小孩子变聪明 变漂亮 鼻子变高一点 这都忤逆上帝 人类一直自始至终到未来 也在忤逆上帝 所以如果谈到忤逆上帝 这么一个话题的话 是的 堕胎是忤逆上帝的 除堕胎以外 很多事情 人类做的事情都忤逆了上帝 那上帝该怎么处罚人类呢 这个只能交给上帝就决定了 也许审判日就在后面 好吗 然后我们再谈一下 堕胎是不是杀人 很多人讲 你堕胎也是杀害生命 其实如果你把堕胎 形容成杀害生命 其实你是把这个问题 变得轻松化了 因为如果堕胎 仅仅是杀害生命的话 那就没事了 因为人类每天都在杀害生命 你捏死一个蚊子 蚊子也是生命 不是吗 如果你把人类胚胎 降格到生命这个角度 说杀胚胎就是杀生命的话 那就更没有罪了 因为人类每天都在杀害生命 对不对 我这么挠一下 你知道会死多少生命吗 因为 但在生物学角度考虑 细胞也是生命 我这么一揉 你知道会杀死多少生命吗 杀生命这种事情 稀松平常 所以把杀死人类胚胎 杀死人类胎儿 降格为杀害生命的角度 那这个问题就更解决了 那就更可以做了 因为人类一直在杀生命 因为人类整个历史 就是一步建立在 不同物种的灭绝的 这个尸体之上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 不是杀害胎儿 是杀害生命 而是要界定它 我们杀死胎儿 是不是杀人 如果杀死胎儿 是杀人 那就上帝都先放一边不谈 就不对 你就不能杀人嘛 你杀人就是犯法 所以我们现在把焦点 集中到胎儿 是不是等于人 其实我们先不把问题深化 先不把问题复杂化 我们先用常识去考虑 任何一个有逻辑的人 他都知道胎儿 似乎某种程度上 不能伤为人 是不是 他虽然是人类的胎儿 但是他还不是严格意的人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有常识 他的常识没有丢的话 他心里面依旧会模糊的 有这个判断 应该胎儿不能算严格意的人 但是他是人类胎儿 所以很多人很纠结 这个该怎么去拿捏他 我举个例子 一个鸡蛋 一个受精的鸡蛋 这个鸡蛋在小鸡破壳而出之后 那他就是鸡了 对不对 他在破壳之前 他是鸡吗 不是 他是蛋 就这么简单 破壳了 鸡 没破壳 蛋 虽然他被壳包装着 里面可能已经是成型了一个鸡 但是你依然会把这个东西称为 蛋 而不是鸡 除非你把这壳拨开 哦 里面是一只鸡 那就是鸡 就这么简单 我们用肉眼去看 它是一个蛋 就是一个蛋 它是一个鸡 就是一个鸡 那么 人类他也是这样 这个baby在肚中 他没有出来 那我们再点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 这个孕妇算一个人 他算两个人 算一个人 你不是 这里两个人 那你上飞机 那你要卖两个机票吗 很简单 baby没有出来 他就不是一个人 但是 从生物学上讲 以及从我们在很多法律精神上 实际上已经在保护胎儿的权利 就是他虽然没有出生 但是法律已经受 比如说继承权 在继承法里面 已经受予了负重胎儿的继承权利 在很多法律里面 已经某种程度上 受予了负重胎儿一定的人权 但是没有受予他完整的人权 因为根据常识 我们都知道他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因为在他生产出来之前 还会有很多意外可能会发生 他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独立的人类 但是法律已经授予了 他某种人类的人格或者权利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 所以从这个概念上讲 胎儿不是人 就是不是 他是人类胎儿 就好像鸡蛋 不是鸡 但他是鸡的鸡蛋 没问题 他是鸡蛋 是鸡的蛋 但他不是鸡本身 他虽然里面已经快破壳而出了 但是他依然是一个蛋 他不是一个鸡 鸡可以走路 人出来 他是个独立的人 在肚子里面 他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人 他是人类的胎儿 但他不是真正意义的人类 你就拿鸡蛋和鸡来做比方 你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在生物学上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划分 从什么时候 这就类似于 你完全把这个鸡破壳而出 这个称为鸡 而把它破壳而出前一段时间 它虽然在形式上 在外表上被鸡蛋所包裹的 但是它里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鸡了 就即便你人为去干预它 把这个鸡蛋把它剥开 它这个鸡还是能活的 说明它外表裹在一个蛋壳 里面已经是一个鸡 所以如果人类仅仅从常识去看 这是一个蛋壳裹着的东西 这个叫蛋 那个是一个鸡 似乎太表面化了 不太理性化 因为鸡实际上在破壳而出的之前 它已经是鸡了 它只是被鸡蛋壳包裹着 所以你仅仅从蛋壳的一个外表来判断 这是一个蛋 不是一个鸡 似乎又欠缺生物学上 或者科学上的严谨性 因为有些人 有些胎儿 它并不是十月怀胎的 它可能九月就出来了 还有些胎儿在腹中 已经是完全成型 它任何时候它生产出来 它完全已经具备一个 像别的新生儿一样的能力 但是它就不出来 它不出来 它在肚子里面继续长得比普通的婴儿更大一点 那它是胎儿 它是人的 所以我们如果完全从生产出来和生产之前来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人类 又似乎缺乏了科学的严谨性 所以最后 剁胎 从什么时候起去剁掉它 属于杀人 从什么时候起剁掉 不属于杀人 我觉得这个精确的法律 精确的概念 应该交给人类学家 或者生物学家 或者研究胚胎的科学家去论证 就是这个胎儿 如果此刻拿出来 它就可以养得活 而不是完全靠寄生在母体 吸收母体的营养活 拿出来它可以养得活 我觉得从那一刻起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人类 如果拿出来的根本养不活 它完全属于一个寄生的东西 它还是一个 说白了 它就是个细胞 它还属于一个大号的细胞而已 它不是一个能存活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 它还不是人 它还属于一个feeders 它属于一个胚胎 它不是 它没有变成胎儿 胚胎 胎儿 阿明不是生物学家 我可能在这里 在关公面前卖大刀 我可能不专业 这是从我的一个常识角度考虑 所以如果判断它是杀人 还是不是杀人 我们得从 让生物学家 让医学家 去下定义 比如说 在怀胎五个月以后 或者六个月以后 阿明不知道 或者七个月以后 它已经是一个人了 就是即使它早产出来 它也可以活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 把它判断为人 在这个时候起 你堕胎 我们就可以把它约等于杀人 在这个之前 堕胎都不是杀人 那这是从严格的医学意 医学意去定义的 这是阿明对堕胎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倾向于是支持早期堕胎 而不倾向于支持晚期堕胎 因为任何一个父母 他都可能因为没有考虑清楚 或者避孕失败 而导致产生 他们并不想要 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的一个 baby出生 还包括那些受性侵犯的 被强奸的女人 他怀孕 你让他生下一个 他并不想要的小孩 这个是侵犯他的 因为女人 他没有丧失生育权 我还可以生育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样 就干预了别人的人权 真的 如果说 你已经怀孕了一段时间 半年了 你这半年来 你在想什么呢 我相信你什么都想清楚了 如果半年以后 你再去堕胎 我觉得这个是 不能被允许的 好了